日本短途馬錦標,隨時預備 鄧兄太太,精英大師相當兼聘目標翼,不慢 站上來見到還有名將球手 接著是堅蘭天鵝 再後才見到來勝客 然後是騰田小姐大岳蘭 還有就是班霸 再後見到玉祖精英 再後見到才是我情可待 再後見到才是女神之路 再後見到就是南昌 南昌再後見到騎下騎下就是賓圖 那些馬距離頭馬,有可能是八至九個馬 但在前面放藤見到裡面的就是兼聘目標外面 就是見到精英大師 然後進小之一大岳蘭 守著第三名將,球手守著第四 最後才見到班霸 然後是騰田小姐 然後才是來勝下 然後是堅蘭天鵝 然後才見到就是賓圖 後面那些,南昌那些馬 直路,第一隻達成為兼聘目標 達成為精英大師,可以上來追他 後面一攝攝上來 見到就是名將球手 達到南昌中止 見到攬著攬著攬著 那就是我情可待 還有騰田小姐 前面堅聘目標越騎越有 名將球手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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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才見到班霸上來 堅聘目標越騎,又堅聘目標 跑第一 跑第二名名將球手 跑第三四名要拍照 看看究竟是精英大師 還是賓圖 還是巴斯特那些馬 分8秒1 結果就是澳洲的短途王 贏出第六關的世界短途錦標系列 合起來就贏了三關 再看一個慢鏡球 堅聘目標越騎越有 名將球手越有 名將球手在入面攝上來 還有那隻就是巴斯特那幾隻馬 堅聘目標複達 結果贏了 堅聘目標跑第一 名將球手第二 三四名 看看拍照是精英大師 還是入面的巴斯特 堅聘目標 直領到底 十三檔一直停下來 名將球手應該是第二 看看精英大師還是巴斯特 似乎巴斯特機會高一點 巴斯特跑第三 二三四名叫做影影相 但是名將球手很明顯就是第二名 事實上堅聘目標這匹馬 我們期待了世紀短途馬王之戰 他就好處在他這一季 一路狀態表現保持得很好 當然 兩隻馬大家拍著鬥的時候 朱英大師也發揮了很頑強的鬥子 好可惜最後幾步有點無以為計 朱英大師也挺厲害的 朱英大師也 他現在已經退步到這樣 都跑得一齊射 他也還頂得到 當然他的集前反應就是不夠堅聘目標快 所以日本沒有放頭 日本說我放了 他的位置就壞了 他剛巧就在他最大的對手外面 他排在壞位 所以就遇上澳洲短逃王 我們期待的世紀大戰 朱英大師排在賣面檔 起碼是第二 有啊 有啊 就被名將球手放了 好厲害啊 這麼退步都可以 都這麼近 其實這匹馬來到日本方面 這匹馬是很開心很精靈的 究竟他的實力 他今年都年多大了 七歲了 究竟回到多少呢 沒有辦法了 沒辦法了 十四檔真是可憐 沒有辦法了 結果就 由的士大叔張逸 當年開的士 當年駐那些旅行車 現在就是頂級練馬師 訓練了一隻 世界級的馬威 跑短途都是奧紐馬威的 始終都是歐洲馬 歐洲馬真的不夠跑 日本馬歐洲馬也不夠 他還要贏掉了 他贏掉了 這隻馬 第三四名這面還在拍照 還在拍照 第二次方面就是十三四 我們剛才看到精英大師 很清楚 第四 來了